二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,你也要再错过军心了。 三,生如笑话反绚烂,四如秋叶般静美,四一个人的青春时期一过,就会出现像秋天一样的优美的成熟时期。 这时,生命的果实像熟刀子似的,在美丽的平静的气氛中等待收获,我们必须奉献于生命,才能获得生命。 六,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魔力,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,其生命如横跃的大海,我们相聚在一只条小船上。 此时,我们便到了暗,各职各的世界。 习慕容说,一人生像他登一座山,而找山实路,这是一种学习的过程,应当在这过程中,学习笃定,冷静,学习如何从慌乱中找到生机。 二,贫穷不是羞耻,富贵也不是罪恶,粗茶淡饭与锦衣浴时,并没有太大的差别。 只要我们有爱,孩子们就会有笑容。 三,生命原本是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,世界仍然是一个温柔的等待我成熟的过源。 此这一生的青绿山水,无论再这么精心挥制,再怎么被寝望时,也只能见次铺开再见次收起,而不再展示的,就紧紧卷入化轴,成为昨日。 年轻时的尼尾已是不可再许了,人生竟然是一场有规则的阴差阳错,所有的一些都变成一种成长的痕迹,辅之畅然,但却无处追寻,只能在一段一段过去的时光里,品贝也一段有一段不同的沧桑。 可笑的是,明知道演出的应该是一场悲剧,却偏偏还要认为,在盈眶的热泪之中,仍然含有一种甜蜜的忧伤。 徐志摩说,萤火虫的光点虽然微弱,但亮着便是向黑暗挑战,二奋斗者在汗水汇集的江河里,将事业之周使到了理想的底岸。 三希望,只有和勤奋作罢,才能如虎见义,四,难而不敢风云至,恐腹天生八尺区,五只有登上山顶,才能看到那边的风光。 六蝴蝶如要在百花园里得到飞舞的欢乐,那首先得忍受运用决烈的痛苦。 二有一和爱情之间的区别在于,有一意味着两个人和世界,然而爱情意味着两个人就是世界。 三有时候,爱情不是因为看到了才相信,而是因为相信才看得到。 四相信爱情,即使它给你带来悲哀,也要相信爱情。 爱情若被束缚,是人的旅程即刻终止,爱情若葬入坟墓,旅人就是倒在坟上的墓碑。 就像传的特点是被驾驭着航行,爱情不允许被游禁,只允许被推向前,爱情扭带的力量,足以粉碎,一切基本。 六对于世界来说,你可能只是一个人,但对于某个人来说,你可能就是全世界。 七眼睛为它下着雨,心却为它打着伞,这就是爱情,把你说爱它,让你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它,并且给它自由。 九爱是个古长明的灯塔,它定情望着风暴却雾不为动,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,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。 习慕容说,如何让你遇见我,在我最美丽的时刻位,我已在佛前求了五百年,求祂让我们结一段成缘。 二不要因为也许会改变,就不肯说那句美丽的誓言,不要因为也许会分离,就不敢求一次倾心的相遇。 三幸福的爱情都是一种模样,而不幸的爱情却各有个的诚意,最常见的原因有两个,太早,或者,太迟。 十,薛志摩说,以爱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身体,但爱到了身体就到了顶点。 二他说爱你的时候,是无心之过,别轻易感动。 三,轻轻的我走了,正如我轻轻的来,我轻轻的招手,做必须天的云彩。 四面对,不一定最难过,孤独,不一定不快乐,得到,不一定能长久,逝去,不一定不再拥有。 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,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,吴医生至少该有一次,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,不求有结果,不求同行,不求曾经拥有,甚至不求你爱我,只求在我最美的年华里,遇到你。 也或许可以爱很多个人,但只有一个人会让你笑得最灿烂,哭得最伤心,我不敢说,我有办法救你,救你就是救我自己。 力量是在爱里,在不容迟疑,哎,动手吧,谁的眼角处得了谁的眉,谁的笑容抵得了谁的泪,谁的心脏在得住谁的轮回,谁的掌闻出得回谁的罪。 阿世界充满了我们相遇的几率,我却始终无法遇见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